美国日前大动作的起诉五名中共解放军骇客 今天在台湾的一场学术座谈会上 网络安全防护科技公司总经理就说 中共官方支持的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商业模式 将夹带骇客技术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国引发关注 观察中国兴起扩张的资通讯产业 安全防护科技公司总经理直言 他认为目前中国的网络站 除了利用进阶持续性渗透攻击 已经开始将骇客技术植入产品 进行另一种形式的骇客攻击 我是Original厂商 我提供原产技术 我在技术里面就已经埋入 我原来的骇客技巧 我不再使用人为的攻击来完成这个行为 APT原本攻击模式是利用社群网络 及城市漏洞进行攻击 在盘点对方所有电脑手机装置 如果植入产品后果严重 我认为越是自由的国家 越是民主的国家受到的影响越大 简单的说日本 台湾 韩国 美国 都会受到巨大影响 美国五月份才大动作 以网络间谍罪起诉五名解放军军官 台湾面对中国资通讯产品攻台 以及中共频频抛出产业搭桥合作 后续效应引发关注 新唐人海电视省维同张晴玲 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海电视省维旧 重点准备